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厨师当时吓得晕倒在地 等大家把他救醒的时候 那个小人已经不见了 后来厨师剖开了憋的身体 发现小人就在里面 不过已经死了 这个小人戴着黄色的帽子 穿着蓝色的衣服 靴子是黑色的 面目手脚和人一模一样 后来有人就说啊 这叫憋宝 如果能捉到活的 割开你自己胳膊上的肉 把它塞进去 它就能长在里面 靠喝人的血为生 而你呢就会像长了一双偷使眼一样 能看到地下的金银财宝 子子孙孙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那个厨师听了之后十分后悔 后来竟然因此郁郁而终 这个奇妙的小故事来源于一本 叫《中国妖怪故事》的书 书的作者张云就是今天的讲述者 张云是一位80后 本职工作是记者 业余时间他喜欢在古书里面 搜罗各种各样的妖怪 张云小的时候成长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农村 在那个年代当地闲谈盛行 他最早也是在那个小村子里 听到了很多光怪陆迪的故事 我生长的村子是在晚北 它是河南省 江苏省 安徽省和山东省四省交界的地方 这一个属于平原上的农村 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地方呢 那个时候可能出去打工的人也比较少 就是一到农忙之后啊 可能很多人都会聚集在一块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 天气特别热 然后呢 家家户户搬着凉席啊 然后搬着板凳啊 就到那个村口的大槐树下面啊 什么的就在一块 晚上然后又没有电 大家一块摇着菩萨 然后聊的最多的就是妖怪 其实那个时候 我算是比较小孩吧 八九岁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听这些老人们 说这些各种各样传奇的经历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什么呢 我最喜欢是我爷爷跟我说 就像现在的睡前故事一样 我小的时候听的全是这种奇惭过争的故事 我记得中间有一个故事 我爷爷跟我说的特别的好玩 就是这个讲述 这个故事的主角发生的人 是我爷爷认识的 那个时候 那一代很多人种烟叶 就是我们抽的那个烟叶 种在野地里边 这个人就是他的种烟叶的 那个本领非常的好 就是那个村子一两百户 就没有人能种得过他 这个人是一个光棍 然后呢 有一年 就是他看中了一块地 就在林子中间的一块荒地 然后因为种烟叶这个事情啊 对土地的要求比较高 就往往种了一年之后 第二年就不能种了 所以他看中林子里面一块 一块荒地 觉得这个挺好 然后就把营叶种下去了 夏天的时候 然后天气比较热 深山老林里头 周边就没有什么人 孤身一人就在抽烟 其实很无聊啊 然后呢 晚上的时候就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 穿着黑色的衣服 反正也带着带着那个斗笠啊 什么这种东西 也看不清脸 然后就跟他借烟 然后他就把他的烟锅 就拿过去给他抽 然后呢这个人抽了七八代 七八代烟锅的那个烟之后 就走了 就没有就没有什么交谈 然后呢天天来 来了前后有一个月 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人就种烟的这个人 就出去 出去碰到一个就是打猎的人 然后他就说这个事 说哎 我最近交了一个朋友 特别好 每天晚上都过来 和我一起抽烟 和我一起说笑 挺好玩的 然后那个人 那个打猎的人就跟他说 不可能啊 就方圆几十里就没有人啊 他当时就吓坏了 他就知道自己碰到的 肯定不是不是正常的人了 他就留了个心眼 然后去集市上买了一个鱼钩 然后买了一卷那个红色的线 就把鱼钩系在线上 然后晚上的 晚上的时候呢 那个人又来了 平常一样跟他借烟愁 他就把烟给他 然后呢 等他快离开的时候 这个中烟人就用鱼钩 钩在那个人的衣服上面 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放线 我等到天明的时候 顺着这个线找过去 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发现来到了一个 就林子最深处 发现一个石猴 石头雕刻的猴子 年代非常的久远了 可能是 比如说是以前的人的坟 坟头跟前立的这么一个东西 石像生一样的东西 那个鱼钩就钩在了 那个猴子的那个屁股上 那个猴子身上也是有衣服的 钩在他的屁股上 然后呢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那个猴子的嘴巴 它是一个张开的嘴巴嘛 嘴巴里头已经被烟熏黑了 就是全是烟油啊 它已经抽了一两个月了 然后后来爷爷跟我讲的故事 我觉得特别好玩 我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猴子后来怎么样了呀 是不是把那石头砸坏了什么的 我爷说没有啊 说他那个 没有说把他给破坏掉 那个人还是非常 我觉得那光棍是非常非常好玩 他跟猴子说 说你以后啊 想抽烟就来找我 不用什么 什么 非得等到晚上 非得等到没人半夜的时候 你想抽就来找我 咱们还是朋友嘛 然后后来呢 就过了很多年 十几年之后 这个人就去世了 因为他是光棍嘛 就是 也没有什么厚人 给他什么 弄棺果呀 或者是给他办丧事呀 但是 第二天的时候 大家都不商量怎么办的时候 村里人啊 在商量怎么样处理他的时候 他的尸体不见了 等大家去 再次去找的时候 就发现 林地里头有 有一个粉 一个新的粉 后来大家都说 可能就是那个尸猴 给他干的 那个故事 我觉得给我留下的印象 就非常的深 你说他是一个怪坛 说他是一个妖怪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妖怪 而且他告诉了你一个道理 就是不是说那种非常的 就是这种 这种什么 威严达意啊 这种什么引经据点啊 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 告诉你 一定要诚心的和人家交朋友 一定要诚心的待人 所以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种 在这种分文里长大的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世界其实很奇妙 不像我们看到的 山就是山 高楼就是高楼 在我周围的这些农村的那种环境里头 比如说有绵延的那种芦苇荡 然后有这种 这种成片成片的这种树林 那些树林非常的古老 我相信那个树林里头会藏着什么东西 我相信那个水里头肯定会有一些 比如小水鬼啊 什么的这种东西 甚至我相信 加仙啊 就是黄鼠狼啊 黄鼠狼到家里头 然后是这种加仙 我跟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 在上中学初三的时候 是在去戒毒 隔壁的一个镇子去戒毒 那个学校是在田野里边的 就他的周围是田野 全是那种荒地 然后呢周边有些土路 旁边会有很多的那个乱坟缸子 当时因为一般的情况下 都不会特别晚放学 但那一次 不知道老师怎么搞的 然后脱堂 然后就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 才下课 然后就开始 我记得特别 那天下了雨 天气还比较冷 然后呢起了特别大的雾 中间从学校到经营家 大概有个七八里路 七八里路吧 那个路一点一个人影都没有 然后也没有声音 也没有光 就是那种月光也非常的惨淡 那种环境 就典型的恐怖片里的环境 但那个时候走的时候 就真的是很吓人 然后走着走 我就发现 我自己走 就是那种迷路了 那条路我是经常走啊 就迷路了 然后呢 好不容易摸到那条河边 我就送了一口气 我说这个河的 过了这条河 然后对面就是 就很快就到家了嘛 那个河 那个时候河水 其实已经干涸了 那年那个大汗 只能到 就是那个膝盖以下的地方 就你可以直接蹚着就过去了 大概也就二三十米吧 那么快 平时 我往里走 然后我走 我记得大概有十来分钟吧 我就走不到对岸 其实很快就走 两分钟就走完了 但我摸了摸了十来分钟 还是走不到对岸 然后我就说 哎不对啊 然后我就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我想 怎么回事呢 我说是这样吧 然后就拿了一块石头 然后旁边的栅栏上 有个农家的菜园 一个栅栏上面 很多的绳子绳索 我就把一个绳索 然后捆在那个石头上 我就使劲地扔到 河的对岸去 你想 我听见啪的一声 那肯定是砸到 已经落到对岸了 我想我顺着这个绳子 顺着绳子走 也肯定能走到对岸的 但是我走着走着的时候 发现绳子到头了 然后在水里头 所以就 那个时候就觉得 混乱了 你的世界观已经混乱了 你就感觉 这不是我平时 平时的那个世界 就是另外一个时空 然后我就 我就想起爷爷跟我说 爷爷说 晚上如果碰到这 我们老家叫鬼打墙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对付他的第一个办法 就是什么 最好用的一个办法 就是你骂人 你骂的越厉害 脏话骂的越多 然后就可以 当时我记得 我就在那边骂 然后骂了一二多分钟 我觉得那是我 有史以来 人生以来 骂架骂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而且骂的最爽快的一次 真的唾沫红飞 在那骂 骂完之后 然后我就卷起裤嘴 刷二刷就走过去 然后 等到家里的时候 全身的那个衣服 全部是已经汗湿了 真的是吓得 就那样一个 就这种情况 其实是可能现在的很多人 尤其年轻人 没有经历过这种 就是挺矛盾 你们知道吧 以我受到的教育 或者是咱们受到的教育来说 肯定的这个事情 是妖怪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基本上还是 还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呢 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 它会让我觉得 照理来说 它应该是不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解释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对待这个态度呢 是 我觉得是基于两点 第一点就是 我们不要讨论它存不存在 可不可疑 就妖怪啊 其实这也是 日本妖怪学的一个 基本的态度 就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就是它不是简单的 我们说的封建迷信 它就像一面镜子 它不像正式里头 记载的都是一些帝王将相 一些历史大事 它就是那种烟火器里边的 日常的生活里头的 柴米油盐的这种 这种环境里头 说的这些故事 我觉得特别的可爱 然后从这个角度去探究 你就可以发现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的人 他的生活 他的思想观 张云从小就对这种 鬼怪奇谈特别感兴趣 但真正让他下决心 开始认真研究妖怪 是因为一次漫展 那是很多年前了 他当时是去参加上海的一个漫展 然后看到了几个 靠似妖怪的动漫爱好者 聊了几句之后 他问了一句 你们扮演的都是什么妖怪 其中一个女孩回答说 他扮演的是日本的妖怪 分别是孤祸鸟 天狗和饕铁 张云当时挺受刺激的 因为这几个 其实都是中国的妖怪 张云后来就开始着手系统性的 整理中国的妖怪 在十年的时间里 一共总结了 一千零八十个妖怪 张云说 日本动漫中的很多妖怪 其实都是来源于中国 各种妖怪的形象和记载 在中国出现得非常早 比如距今四五千年的 新时期时代 两种文化出土的预期上 就已经有一些 非常成熟的妖怪形象了 就是我看 我研究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特别的好玩 就是有一本书上这么记载 就是皇帝的时候 盐皇尔帝 皇帝的时候 皇帝老人家 然后去巡游 到了东海的时候 就碰见了一个神兽 叫白泽 白泽这个就把天底下 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个妖怪的 这个名字叫什么 妖怪的形象是什么 碰到他怎么样制服他 就把这个 一万多个妖怪的 这个东西告诉了皇帝 皇帝老人家就写了一本 像人家写了一本图画 就是颁布天下 这个叫白泽尖怪图 现在叫白泽图 我想那个时候 就有这本说的话 其实中国的妖怪的历史 其实我觉得还是特别长的 它从来没有断绝过 它是一个非常连绵的 而且它每一个时期 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我随便给你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先秦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象 就是和我们世界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遥远的地方 比如讲什么 山海间里面讲大荒 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时期 它的形象是非常的磅礴的 有的时候毁山 有的时候填海 然后数量也比较多 但是它和正常的生活 它是距离比较远的 等到两旱的时候 出来的是一些 比如说在深山里头的 大自然里面来的妖怪就比较多了 等到唐朝的时候 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整个的烟火气就比较浓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妖怪 它是生活在你的周围的 晚上它就在长安城里面就出来了 然后狐仙为主的 这个狐狸的 这种女性的这种妖怪的形象就会出来了 而且这个爱情的这个故事特别的多 所以唐朝他就是比较一个迸发的一个时期 等到明清的时候 小说比较繁荣 但是宋元明清 然后你仔细观察下来 就是他已经完全完完全全是生活当中的 就是他不像上海经那样 就是非常未知的世界 就从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来说 这些开天披衣的这些妖怪 大妖怪 我真的是还是有些我还蛮喜欢 但是我相对来说 我更喜欢那种温情的这种 有地气的这种 现在叫接地气的这种小妖怪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妖怪 这个妖怪我经常跟别人提 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妖怪 叫提灯小腾 就是一个提着灯的一个小孩子 大概是什么情况 就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老头 晚上从田野里回来 田地里头也非常的泥泞 然后道路也齐续不平 又没有灯 你想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往村子里面走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也是一件很让人担心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就看见前面有一盏灯 晃晃悠悠的过来了 一个小孩提着一盏灯 我过来了 说了太爷 我来家人让我来迎你 老头当时觉得挺好的 对吧 有人给你挑着一盏灯 去来迎接你 但是他发现不对啊 家里边没有这样一个孩子 对吧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一个小孩 而且小孩长得挺水灵的 挺好看的 糊涂糊涂的 他就有疑心了 等到了家门口的时候 到了有光阳的时候 他就一把拽住 这个孩子 拽住不放 结果发现了 是家里的一把非常破旧的条肘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挺暖心的 你知道吧 中国有个传统 就是说这种家里的东西 人用的东西 时间长了 就慢慢的 因为沾上了人气 慢慢的他就会成为妖怪 成为精灵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中国人 中国思维的一个妖怪 他是非常有感情的一个妖怪 这也是非常温情的一个妖怪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那个日本的 有一个动画片叫夏目有人杖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人和妖怪相处的 就应该这么相处 就比较和谐 但是古代人就是那么相处 古代人就会认为妖怪是一个不和谐的东西 是一个违反了常规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他就要把他给最后给他 留下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然后又把他给消灭掉 你不是讲 里边有一个妖怪 叫东苍使者 就是讲 有个老太太家里面特别穷 然后又是一个孤生一人的一个老太太 然后当乞丐 然后有一天 就是在家里哭 伤心 没人照顾 又比较穷 然后这会儿有一个声音跟他讲 说你别哭了 说那个床边有钱 你把拿这个钱出去 就买点米 生活应品 就行了 老太太家里又没人 他就觉得这个人就不对劲 然后去找果然有钱 拿着钱去买了米回来 但那个钱很少 只能够他一天一两天的用度 然后过几天天冷了 然后家里面就会有一些衣服 衣服都不是好衣服 都是一些什么旧衣烂伤 但是穿上了 起码我挺暖和的 我不会受冻 那这样的话 时不时的会有一点吃的 时不时的会有一件衣服 老太太就不用去做乞丐了 起码可以生活 无忧 然后他就很感谢 他说我也不知道 他以为是神仙 他说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然后我这么受你照顾 那你告诉我你是谁 你给我见一面 我按照你的样子 我给你做一个塑像 我每天都去祭拜你 那个人说不用 那个声音说不用 我们晚上见吧 晚上做了一个孟孟见 一个老姓 一个白伙子老头 特别好 然后觉得挺好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 老太太就发现 不对啊 说周边的村里边 周边的邻居 家里面老丢东西 而且丢的东西呢 往往都是出现在 自己家里的东西 他就知道 这肯定是个妖怪嘛 但是呢 有一天邻居到他家里来 也发现 发现这个情况 然后就说 陈老太太说 你偷我东西嘛 然后这个时候 空中就飞来了一个瓦片 就砸在了这个邻居的头上 说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家里面那么富有 对吧 衣服都穿不完 食物都吃不完 我只不过拿了 你们多余的一点点东西 然后救济救济 这个青春的老太太 你们吃不完的东西 用不完的东西 让她可以生活嘛 你们太过分了 还要报关 就把邻居打出去了 这个妖怪还是挺有性情的 后来因为这个事 村里边人觉得不行 这有妖怪肯定不行 这还是一件不安稳的事情 然后就去龙虎山 就是那个 那个天师 道教天师龙虎山 去找人 然后有一天 老太太就听见这个妖怪 在房间里头哭了 说不行了 说这次搭档临头了 我得跟你 我们俩以后 真的不能这么一块 很高兴的生活了 或者我要搭档临头了 来他说怎么回事 他说你们邻居 已经找龙虎山的天师来了 说这次跑不掉了 那你赶紧逃吧 不行 说那个周边 已经布下了天楼地吧 我已经逃不掉了 结果第二天 邻居就拿了一张 彰天师写的符咒 来了 然后就贴到了 那个老太太的 那个墙壁上 老太太就想去 去把那个东西取下来 结果还没拿到 就听见一声 那个霹雳的响声 就发现一只 巨大无比的老鼠 死在了那个床下 就是那个 那个东苍使者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老鼠 其实你想想 这个老鼠 这个这个东苍使者 他干了什么事情 他没有干什么事情 他不过就是 对吧 劫富 劫富贼 然后把你拿几件衣服上 然后 而且都是破衣烂扇的 弄点什么 米啊 钱啊什么的 然后救急这个老太太 结果这个东苍使者 死了之后 这个老太太又变成了气概 又是那种 寄一餐 饱一餐的那种气概 所以你读过这个故事 就觉得 我当时觉得 这天 这天师没必要嘛 对吧 你天师嘛 你这妖怪 你就饶饶他 然后对吧 没必要把他搞死嘛 但是很多的故事 都是 都是这样 的确有你存在这个问题 我有时候 读的时候 也是觉得 实在挺不忍心的 这么好玩的一个妖怪 然后我怎么讲呢 其实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 还是 还是看这个 就是 记载妖怪这个人 他有什么想法 你比如说 我要去 在古代 我去写一本 知怪的东西 去记载妖怪的东西 我肯定是 记载一个非常 美满的 就非常和谐的 这种关系 但是有些人 他可能是比较 正规的这种 这种受辱家思想 影响的这种 这种读书人 他可能就会用 另外一种方式去写 而且真的 里边很多妖怪 不是那种 特别凶行恶恶的妖怪 是非常好玩的妖怪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这样 我印象当中 就有一个非常 那个魂不灵的妖怪 叫镜幕 镜子的镜 然后呢 目光的幕 这个妖怪 就属于典型的 魂不灵的妖怪 说有一个人 晚上 走夜路 走夜路呢 孤身一人嘛 很害怕 然后看见前面 有一个人 哎 挺好的 说哎 终于找到一个同伴了 他就骑着马 赶紧到跟前去 然后结果 那个人一转脸 非常的吓人 那个梦 就脸上是一个 就非常大的 一个眼睛 几乎那个眼睛 都快占了 占满了整个脸了 就那么恐怖的 一个妖怪 他再加上 这个人吓得 大叫一声 赶紧就 拉马往前跑 疯狂的跑 把后面这个妖怪 怪物甩掉了 然后之后说 哎呀 今天镜鱼 剪下了一条命 说碰见那个妖怪 往上逃得点 然后刚穿口气 哎 发现前面有一个人 赶紧跑到跟前去 说我跟你讲 老兄 我刚刚碰到一个 巨害怕的一个妖怪 脸上长着 一只巨大无比的眼睛 差点把我给吓死 然后前面这个人说 一转脸 说你看看 是不是我这个样子 就是刚刚那个妖怪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搞笑的妖怪 就纯粹是 在逗人玩的妖怪 他也不害人 但是他就这么 去逗人 这种回梦令的妖怪 就是这样 然后这种模式 同样的故事的模式 就被日本搬过去了 日本也有这样的 类似的妖怪 也是这个故事 我想讲就是什么呢 就有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 中国没有妖怪学 但日本的妖怪学呢 它是一八九几年 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其实现在的日本的 妖怪的文化 非常的发达 它不光是学术上的 比如说那个电影啊 动漫呀 文学呀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实已经成为 日本的一个名片了 就是现在提到 比如说外国人 欧洲人 美国人 一提到妖怪 他首先想的不是中国 一定是日本 甚至连我们国内 很多的这个年轻人 可能也不太了解 中国老祖宗 创造这些妖怪了 对比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可惜的事情 就是日本的妖怪之父 水不冒了 现在就说 中国的妖怪 日本的妖怪 有70%的原型 都来自中国 有20%来自印度 只有10%来自于日本 我觉得就是 经过了几千年了 但是到了现在之后 很多的妖怪 被我们放掉了 那对于他们 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觉得妖怪啊 我们读很多的妖怪的书 其实妖怪 它总是自己跳出来的 它不会 它有很多的妖怪 百分之七八十的妖怪 大部分的妖怪 它是主动的去招惹人的 跳出来招惹人的 为什么 我的妖怪它寂寞 它是非常可爱的 它总是想去接近人 和人发生一些事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写这个东西 花费的心神特别大 然后 而且经常都是在晚上在工作 有时候就有一种幻觉 我周围整个天 都是这些妖怪 你知道吗 就像动画片一样 有些妖怪拥挤着你 然后有些妖怪 可能就心在头看着你 你把我的名字 挑上 我是这个妖怪 名字叫什么 就有这种感觉 但我 挑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我真的听到了 周边有那种欢呼什么 就终于这些很多很多 已经被遗忘的妖怪 通过这本书 可能被更多的人给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是 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故事i-fem 我是主拜者 本期节目由刘豆制作 声音设计彭涵 这期节目 我们还配上了 很多妖怪的图片 你可以在 故事i-fem的微信公众号里看到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您的声音乐